哈囉大家好我是黑暗 是暗不是暗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要來拍射手教學 那為什麼想要拍射手教學呢 是因為我很常在打野的時候 看到射手啊 可能對線輸 那對線輸沒有關係嘛 你打 團戰可能贏的要點塔 你要點塔 啊吃魔龍可能要來幫忙吃嘛 啊這些 我看到很多人都可能 我們在吃個物件啊 然後那個 射手還在親線上的兵線 所以真的是 有點傻眼 那我們前期呢 跟對面的射手對線 其實算五五開 那對面的輔助 這邊我算是有一點小失誤 我其實 應該要去看一下我們的紅區哦 那 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的紅區 雖然是我們的失誤 但是 我們跟井很對應的情況下 說實話 輔助跟中路也沒有說不對 但是 他 應該要去 可能幫忙吃藍區 然後 可能 守完藍區之後 又要去紅區看一下 那他並沒有做到這件事情哦 所以導致於說 我們的紅區很快就被入了 更何況 依夏 依夏其實是很少人 知道就是 他其實 路也速度其實蠻快的 比艾瑞還要快 也比 皮皮啊 美娜啊 什麼都還要快 除非帶一個職財 對 那就是題外話 那 如果你就要遇到對方依夏的話 或者是 夸克啊 這些 前期殺傷力比較高的 的 輔助的話 記得 輔助一定要去守一下野區哦 那這邊呢 嗯 因為我們的輔助是 薇拉輔助沒有那麼坦 那前期還沒上市等著 薇拉輔助是有點雞肋 所以傷害沒有到那麼的高 那我們前期呢 盡量不要死 對 盡量不要死 其實 從 以前到現在哦 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很多職業閃場上 在打著打著 我們都會 哎 好厲害 為什麼死亡次數都這麼低 其實他們就是 刻意的控制 也不是刻意的控制 就是 盡量把自己的失誤率降低 對 那我們都會看到很多 實況主啊什麼 為什麼 他們的死亡率都很低 我有一次遇到一個 實況主叫 尚恩 那個時候他的 他好像是玩 莉莉安總路 然後我玩悟空 然後他的隊友真的是 沒有到很給力哦 他隊友一直死一直死 然後他整場 我其實 那個時候看他名字 蠻想要抓他的 但是 一直抓不到 所以我那個時候才知道 哇 原來不死 是這麼的強 讓我感受到 讓我感受到 原來一個人不死就很強 因為他的隊友一直在送 然後他在逆弧的情況下 可以保護自己的死 然後來去做一個 凱瑞的動作 雖然最後 還是被他自己的隊友給雷死 所以隊友還是很重要 對 那隊友基本上 就是看運氣啦 對 因為 畢竟我們沒有辦法 決定我們自己的隊友嘛 那我們這場打射手 基本上來說 各位 都會知道 欸 那個井 一定 那個亥雅一定打出井嘛 如果會員的井 一定 爆打亥雅 看這個井 還可以 對 算勉強哦 因為 他不懂得 利用守藏優勢來 一直做一些 摸啊 控兵線什麼的 如果我是井的話 我會 一直 對 如果對面 是亥雅 然後我是井 我就會一直用 對 他一間一直轉 然後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摸 對面的一下就蠻強的 他一直 很 靠他自己守藏優勢 然後讓孟孟一直在 在那邊 一直碰 一直碰 那這邊呢 我應該二技能再轉大 我可能怕我二技能那個 不太夠 那個 能量不太夠 那這邊呢 對 有點快要死掉了 那 這個凝霜就是為了 預防 預防 我 我扛不住 對方的資源 好不好 預防 我扛不到 我的資源來 那這邊呢 薇拉就犯了一個 蠻 致命的失誤 他應該靠我 這邊的情況 然後再 去往前 去打 因為他的血量算蠻多的 隊伍 而且他還有二技能 那這邊我死了第一次 就算是 我自己的失誤 我自己就應該要躲在草堂裡面 不應該再出來 皮了 對 這也是我自己的失誤 那射手最重要的呢 就是穩 對 射手最重要的就是穩 如果你 很厲害 那那個厲害有分很多種程度 就是可能你傷害很高很凱瑞 那我說的這種厲害就是 我可以保持著 一直的穩定度 可以保證我自己不死嘛 然後又可以提供隊友傷害啊 然後又可以點塔 又可以失誤劍 這種的 型 才是真正的可怕 那我們有看到很多職業選手啊 像 322啊 他 可以在 1包3的情況下 還可以 把兵清掉 然後全身而退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那我這邊呢 已經看到 我看到那個 景翻出來 所以我才想說 直接轉上去 那這邊 夢夢 夢夢在頂我 就代表龍馬有機會 可以去 對 那個主人做擊殺的動作 那我們在後方 後方 輸出 幫忙輸出嘛 因為我們血量不多 那剛剛 對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 那個 沒有聲音 那個是我突然 不知道應該要講什麼 那 這邊 還有一個細節哦 這邊可以 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讓那個 小兵 然後 打那個 對面的凱撒小兵 打我們的兵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對面就沒有 吃到兵線 那這邊呢 悟空 明顯有一點點失誤 那我這邊也有一點失誤 我沒有 第一時間跟上去 那這邊 悟空一出來 薇拉就做的 蠻好的龍頭 就是馬上丟二技能 然後 跟我站有一定的距離 避免雙重戰位 因為畢竟如果 悟空 打雙重戰位的話 我們兩個可能 都瞬間死掉 那這個悟空有一點小失誤 就是他那一棒 還沒敲下去的瞬間 然後直接解大招 那這次很殘疤 因為我們想要在最快的速度情況下 把對方的射血做自殺 那悟空呢 可能就是想在 薇拉還沒放二技之前 就將我做自殺 那他的大招 也開得很好 他的大招 已經沒有瞬間 就把他給 開掉 不然的話後面可能會直接被我給 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 然後就死掉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場資源算是還不錯 就是 打野啊 或者是 中路啊 都有來 只是打野來的次數 沒有到那麼多 可能就 一兩次 那可能也是因為他自己本身 也需要去其他路幫忙 那 在自身 就是我們 不相信我們隊友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吃指甲野區的動作 如果 他都沒有生氣的話 那如果他生氣的話 他生氣 如果他可以凱瑞的話 那就盡量不要去吃打野的野怪 那如果他不能凱瑞的話 那你就吃吧 因為 射手是 全隊裡面 唯一還可以 發揮的 位置 各位懂嗎 就是 我們在打射手 我們可能會很常看到 對面 對方的射手可能 經濟一萬的勇 對 經濟一萬的勇 那個傷害 就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他們家的輔助啊 什麼的 可能才7000多 然後算是非常的軟 因為這個勇會玩 他會一直去洗冰線啊 吃野怪 因為他 他摸一下就把 把對方給摸死 對不對 他可以保證自己安全的情況下 把對方給摸死 那這樣子的話 對手一死 我們自家的隊友 就有一個很好的發育空間 對 所以 其實 你只要做好自己的發育 基本上來說 這把 10拿95 好不好 除非對方的 很團結 然後你的隊友又 很長 沒有看你的位置 然後可能 草都沒有探 然後你就可能 一直死 一直死 因為一直被對方給針對 那即使你 經濟災告 也沒有用 因為就算 就像我們 如果有 維拉和阿萊好了 這兩隻角色 如果我們去綁對方 對方沒有即時來斷 基本上都會死 這就是我剛剛 說的 意思 就是 隊友是需要互相幫忙的 但是還是 打射手的話 有時候要自私一點 就是 你覺得 沒有辦法 就是你過去完蛋了 我可能摸不到兩下就要死 那你就不要再過去了 就讓他去送吧 因為他位置有時候 有時候 隊友位置太深 記住 有時候 位 記住有時候 隊友位置太深 就 不要再去做 跟進的動作 因為這就是 我們在說的 下水餃 對 如果隊友 已經站在一個 沒有辦法救的位置 可以在 力所能及的範圍內 去做一個 拯救的動作 那如果不行的話 就不要硬上 不要硬去 幫忙 可能想說要拉出來 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讓兩個人都死 那可能隊友會刪你問號 但是你做的是一個 正確的選擇 因為你沒有跟著一起去死 那有可能 因為你沒有去死 對 讓你守住了 你們家在可能高地 之類的 因為就很常發生 一起下水餃 然後一起死 一起死 對 這種事情在那種 鑽石心料很常發生 對 所以 可能 你死了 隊友會閃你燈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 你自己是救世主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 你可以守家 那你死了 沒有人可以守家 那這邊 我先稍微看一下 阿萊 阿萊如果綁到的話 就可以一個 那這邊呢 直接上去 1技能全部是蠻悟空 那 我這邊開清醒的 因為是怕我轉大的時候 被悟空給震到 那這邊 阿萊剛好還要綁 直接把他綁 然後直接收掉 那這邊來做一個交換 因為 龍馬如果再上來的話 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藍具給收 他順便把我下入的兵 也收了 反正 兵的錢也比較多 阿他現在也比較窮 阿我的錢就比較多 阿我這邊是想要出一個 繁架 剛剛有點小結巴 為什麼要出繁架 因為對面有悟空嘛 有景嘛 那 對方的法師說出話 真的挺痛的 那這邊 我其實在事後看 我也 我覺得 出仙靈會比較好一點 他們的悟空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那 各位可以看到我這一把 打的是比較 穩扎穩打 那這才是正確的喔 並不是說你要什麼 哇 各種 一轉物 然後或者是各種 一轉式 清醒進去 把全部打半血 不是喔 這種射手 反而是 沒有到這麼的推薦 推薦的是什麼 可能是 在打團戰 我可以保證我自己不死的情況下 轉進去 然後 然後 實進 實進 實輸 這種才是好的射手 然後可以在打完團戰之後 這邊 幫忙點個塔 這才是好的射手 而不是像什麼 實輸啊 在後面 G1G 然後G到後面 隊友全死光了 要走了 要走了 然後後面就直接被一波平推 不是喔 這種射手是不對的喔 真正好的射手就是要在 可以點塔的時候點塔 隊友可能 要幫你製造空間讓你點塔 你就盡量 能摸多少塔 就摸多少塔 那如果 輔助進去會直接融化的話 就是隊友沒有辦法卡到 這麼好的位置的話 那就直接轉 沒有關係 不一定要非要去硬點那個塔 這樣子的話 反而會讓射手 自己本身的命 也給打力 這樣子是不值得的 那我這把 各位可以看到說 我一直在 一直在 吃物件啊 可能一直在 趁隊友的經濟啊 一直在吃野怪 因為我知道 這個打野 因為龍馬這隻腳是本身 他到後期的傷害 沒有到這麼高 可能我 對傷一些 卡拉 或者是悟空啊 沒有辦法瞬間秒殺 那我可能就會 因為我也沒有 這一場也沒有到 這麼相信這個打野 對 所以呢 我會比較偏向說 一直去吃他野怪 因為我太相信他 但我可以 凱瑞舞全局的話 我就會盡量的 把野怪整收掉 所以那 這邊也沒有吵架 那這邊我犯了一個 非常小失誤 這個失誤 就讓阿萊人捧掉 剛在阿萊 阿萊想要 想要來救我嘛 啊我逃脫之後 他一綁 我那邊 其實不應該再繼續跑 我要 馬上的過去做一個 幫忙打的動作 因為悟空被綁了嘛 那這邊因為 我沒有去做那個 反打的動作 所以導致說 阿萊被殺了 那雖然 阿萊跟悟空一換一是賺的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吃物件 但是的話 還是 有一點點 沒有到這麼好啦 對 對就是隊友還是要救啊 那這邊我看到 欸 維拉把他殺掉 但是他的夢夢真的是 超級痛 然後他們的中路也很不會抹傷害 我說實話 這個依蝦真的蠻會玩的 他是 那個 他一個 一技能還是二技能 我不知道什麼技能 因為我不常玩依蝦 就超級痛 他出魔王真的是蠻痛的 那夢夢也很可怕 那我們 盡量發揮我們亥雅優勢 那亥雅優勢就是吃物件 那我們把物件吃完呢 吃完之後就去代謝 因為 亥雅跟其他射手不一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獨自代謝的能力 那為什麼他有獨自代謝的能力 是因為他輕鬆性高 有位移又有緩速 然後傷害高可以拉打 對 那如果你是其他射手的話 不要 不要自己一個人走 盡量跟在輔助後面 如果 衝得很前面 銀咒衝進去 勾 拉出來 哇 射手 很容易死啊 如果那個 他勾到是坦克 直接開一波 那就很容易死 所以射手是一個 算蠻複雜的位置 跟 打野來比較的話 應該 都蠻複雜 對 其實都蠻複雜的 因為每一條路 就每一條路複雜 要點人 可能 凱撒路跑線啊 中路跑線啊 要跑哪裡啊 什麼時候應該跑線 那射手呢 就是要注意他自己的站位問題 要常看地圖 然後要去點人頭 那 每一隻 每一條路都應該要去點人頭啦 那射手 點人頭 原因是因為 他要看 欸 哪邊可以點塔嘛 對不對 那這邊呢 塔拉直接開大衝進來送頭 對 衝進來送頭 因為我們這邊 人比較多嘛 那我這邊二技能暗爪了 被尻了一下血 啊 沒有關係 那這邊就是 我跟大家說 就是 要 有點塔機會 就去點塔 那龍馬就是 來幫你卡 那這邊 龍馬卡過頭 也有可能是他想要 收頭 有可能是他想要 那個 把人 抓到破綻 想要做一個擊殺 那就把自己打進去 那沒有關係哦 我們 能點塔就盡量點塔 各位不要忘記 這是一個點塔遊戲 不是殺人遊戲 謝謝 對 所以不要 欸 有人頭 要衝進去殺 不要 不要在那邊 屁好不好 能結束遊戲 能早點結束 就早點結束 不要在那邊 塔前 跳舞 塔前 圍城 我聽起來有點想說 會做的事情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雖然我偶爾會做 那可能塔剩一滴血 那隊友在點 我可能就會 打下回城 來抒發 或自己的虛榮心 對 畢竟我還是個小子 好不好 那我們呢 為什麼 這場要出反架 因為我覺得 對方的 悟空對我會造成危險 那 這一場 也是看到後面 才會發現說 欸 其實這場的悟空 沒有到 這麼的強 就是他們的悟空啊 或者是井啊 沒有到這麼的強 那麼的痛啊 那這邊就是我想 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 重點 重點 挺好 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 隊友如果進去送 不要在盲目的 可能 如果有很多人 在剛剛那個情況下 轉進去 給他死 轉進去轉進去 我跟你講 你這轉進去就不用出來了 你這轉進去 整個 嘻嘻嘻 不可 這局已經結束了 對 對面倒了兩個 我們倒了三個 我再進去就倒四個 那這邊呢 凱撒力大功喔 那這邊 我們的 輔助 對 他一個暈 然後我上去補傷害 我跟你講 我跟大家講 如果我沒有去補傷害的話 這悟空不一定會死 那這個維拉 抓的距離 也很剛好 那個二技能按得很好 沒有按在凱撒身上 對 那 也是這樣子 這麼 然後 因緣 忌諱之下 這個悟空才死掉 那這邊 悟空一死 哇 完蛋了 這個凱撒 沒得開了 這一開 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沒有資產 然後也沒有人 能扛傷害 對 所以這邊凱撒基本上沒得生 那這邊 搶一下舒服 那這邊其實說實話 如果你玩射手 不是玩亥雅的話 不要走那麼深 那如果你玩亥雅 也不要走那麼深 這是錯誤示範喔 剛如果塔拉 硬上來 然後井啊 或者是 衣俠啊 閃現上來跟的話 我還有機率會死 所以各位 不要皮 這邊就是 薇菈在皮 對 我說實話 後面 薇菈有點皮 對 那哪裡皮 我們要 凱撒都在這邊 對 在這邊忍多久了 還在那邊皮 那我們家薇菈說實話 他是有點 想要表現的 他是想要去 換人 什麼的 反正他輸出很高啦 但是 他換人也很好 但是 就是有時候 他現在 這樣換進去嘛 對不對 他們家倒一個 我們家倒兩個 對不對 我們凱撒沒得開 對面有可能開凱撒 這樣就是 有點得不償師了 那這邊呢 基本上來說就是 這個薇菈 他 他 拉屎 然後我們來幫他 插屁股的概念 因為我們 他一死嘛 我們人數 多打少嘛 我們不可能跟他們打嘛 對不對 你看 凱撒這邊就掉啦 我們剛就在那邊 一直守凱撒 然後他一死 哇 不凱撒掉定了 我們人少嘛 人多打人少 一致都是不變的定律 各種況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後期 雙方的經濟都差不多的情況下 所以各位 記得 在凱撒出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自己 小心自己不要死掉 不管是輔助啊 射手啊 都一樣 那如果是射手要死了 輔助上去擋 那輔助死了 完全合理 這輔助 100分 因為他沒有讓射手死 所以這輔助100分 那我前面呢 說 是有點 這邊在跟各位講一個重點 就是 射手呢 要進草之前 基本上來說 就要像我剛剛一樣 探 探探草 對 探個草 用一劍隊 那這邊呢 也是射手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如果 因為我們是射手嘛 我們手比較長 這也是射手的點 我們的隊友打完嘛 要撤退嘛 血量都慘了 我們血是滿的 或者是 比隊友還要多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去幫忙做一個 那個擋的動作 然後也可以去幫忙做一個 斷後的動作 那這邊我們看 啊幹 有馬快沒血了 我們去幫忙擋一下 對 那這邊呢 阿萊 往上走 他往上走 他在走什麼 對 那這邊呢 因為我們嘛 我們沒有人 有能力來清這個 龍兵 因為都殘血了 不然就殘了殘 死了死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 只能 在我們還沒有 回血 就是半血的情況下去 去清這個龍兵 那如果我們沒清 啊 這種卡已經沒了 謝謝 這種卡已經沒了 那有時候呢 物件為什麼 那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 物件可以幫我們 推我們的兵件 那我剛也說了嘛 這遊戲是拆塔遊戲 拆塔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這邊呢 一直 其實到 這邊 這個階段 已經就是看什麼 看雙方 哪一方先失誤 誰先失誤 看誰可以 直接一波帶走 這種大後期就是 打一波團戰 你 你們家14個人 我們家10兩個 你們家已經結束了 沒了 對 那只要 有發生類似這種情況 基本上就已經結束了 那這邊呢 薇拉 硬傷去換 那這邊就是 我剛剛說的 如果隊友要撤退 就幫他們斷後 那 嗯 顯然沒有辦法換 對 因為 薇拉 閃線交通去換敵人 沒有辦法再閃現出來 因為那個一下 真的是 狂的非常精準 那這邊呢 我們在想說 欸這邊可不可以 來打一個團戰 那各位 因為我是出反甲的原因 所以說 我今天的速度 沒有這麼快 那 隊友 我希望啦 我希望是隊友 等我 推換這個中兵之後 再來 大團戰 為什麼 我這樣說 因為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兵線優勢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人來清中兵嘛 那我們就四打三 人多打人少 我從 我們剛剛就一直在轉步 那這邊有看到我們在上路 我的天 那個 好肥啊 那個錢 那個錢 圓滾滾的 好想直接打整 回去在路 那個大 還是先不要浪費 那我們一樣 先清兵 清兵還是要的 那基本上來說 不是應該我要回來的 是那個 那是 新英雄叫什麼 夏洛特嗎 是 就是凱撒路 凱撒路應該要回來清這個兵線的 你看 現在 現在後期的兵線 哇 我的天 超級痛 我的血量 被打成智障 那 稍微 遵個口水 舒嬅說的有點 口乾舌燥的 那這邊呢 一樣哦 看一下 因為 這場 我說舒嬅這場的輔助沒有到特別好 因為這場的輔助不是探草 就是跟著射手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 這場 我一直 我前面就有說嘛 為什麼 職業選手那麼厲害 就是他們可以降低他們自己的失誤率 降低他們的死亡率 那這邊呢 因為我被砸到就回去回血 那這邊就是幫隊友斷後 斷一下後龍 那這邊 如果 龍馬沒有換掉那兩個人 那這邊悟空應該也是被小兵給打死啦 對 那 如果龍馬沒有換掉那兩個人 我們這場也贏血數了 沒有辦法 對 因為我們有兩個人嘛 對方五個人情況下我們一定輸了 還好龍馬有換掉對方兩個人 那 結果他已經贏血數了 那這邊 啊 這邊就是我說了 轉 不要轉滿 不要轉滿 你剩一格了 不要轉滿 你轉滿的話 基本上就直接 蒸發了 對 那這個景色真的是很痛 還好我有出反槍 不然我可能 零一下都扛不到 那這邊 我說實話 就應該要放塔了 對 那我這邊做一個算是蠻好的示範 就是打塔拉嘛 因為我知道這個兵清不掉嘛 那我就來想說換個塔拉 然後 你在站著換 換裝備是不是 那這邊呢 阿萊直接閃現過來綁 那我說實話 他不一定要浪費這個閃 我不是說 他閃現過來綁 不對 但是 他可以省下這個閃 因為這個塔拉 本數都會死 所以真的沒有必要再浪費一個閃 那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這樣子也是值得鼓勵 如果是直接選手的話 也會直接閃出去直接綁 因為 能死一個 團戰之前能先少一個人 就是一個優勢 人多打完就少 我從不上去一直在講 那這邊呢 就是看 他能不能來吃個海煞之類的 因為對面少一個人嘛 他這邊 哇 虧死 虧欄 1換2 對方的一個一下 超級痛 直接換掉我們兩個法師 兩個控制都沒有 那這邊剩兩個戰士 一個射程 基本上來說 是沒有辦法 殺 基本上就是等那個 等他們復活 那我中間真的是剪掉的 大一段 中間都是在 清兵線啊 等的 的部分 那這邊看一下 看能不能打一個 好的團戰 找機會 因為第一 我們才有兩個控制 那到這種大後期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射手要怎麼辦 就是 站後面一點 那如果對方要是悟空 基本上來說 隊友先探草 這句是重點 隊友先探草 你再進那個草 那這邊就有點那個了 我們還是要 多看地圖啊 因為我們剛才沒有看到悟空在哪裡 所以還是要小心草 旁邊有草的話 基本上都要小心 那 玩亥雅有一個好處 那基本上 玩射手 吃龍 有人幫忙扛 基本上都吃算蠻快的 那亥雅又是那種 更特別快的一種 因為他會疊那個傷害 那個印記 又更痛 那這邊 把凱撒給吃完之後呢 來順個紅 順個紅之後 我們再來打一波好團戰 那我們的隊友龍馬 因為剛剛扛的凱撒 所以現在血量有點長 先等他 回覆一下 就回一下血量 那他們好像是有點想要直接衝上去 把那個中塔給 換掉的意思 那這邊人 對面人確實多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不好啊 沒有辦法去做那個 好好換 換對方的中塔 就是 輔助和法師 因為都沒有坦克嘛 所以給不了太多的空間 讓我們點塔 我們這邊就 也不要去硬點塔 那這邊呢 欸 真的 我也有想要換那個悟空 那這邊悟空被 悟空覆過獎就換 那那井真的是太痛了 我也是一個啊 所以也沒有辦法 所以我以後 我們要負責隨便換掉 雖然這就是有點虧 沒有關係 我們回補回來 又要打另一波團戰 那真的是 真的是最後一波團戰嗎 好像也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好像一直 紛紛打打的 那這邊 我們要 要懂得判斷 這邊塔拉再追下去 死的就是我們 所以我們要 即時搜索 即死 那個塔拉 好香好香 好想殺 但是 我們還是 不能停走 因為再我們停走 的話就死了 對 我們要 打 排位 如果我們是打射手 就是打射手 情況下 不管是經典 還是什麼 都要 懂得判斷 那這邊呢 欸 我把 一下子 殺了 復活 那夢夢來打我 那龍馬就可以去 做個殺 那這邊的配合 算是蠻不錯的 雖然我掉了一點血 那這邊又回補回來 我們的死神還能掉 等下說不定 可以轉一波大的 那 我剛剛說的 有 聽 仔細聽我前面說的就是 玩 亥雅啊 玩射手 什麼的 反正 你不一定要那個 不一定要特別秀 你可以在後面輸出 可能全部都是觸風 你只要非常穩定的 可以點塔 然後可以 保持你的死亡數 是很低的情況下 像現在這樣 就是點塔 我可以在這邊 在那邊 偷偷摸一下 偷摸一下 可能摸個兩次 三次那個塔 一樣會掉 那這個遊戲就是 拆塔遊戲 那山路 全爆說就超級痛 就是那個超級 三次四顆的 超級男青 就 再加我們的 勝率 對 所以我們射手 一定要謹記的就是 能點塔 就點塔 那 能棒棒輸出 就棒棒輸出 那沒有拿大頭 也沒有關係 然後降低我們自己的死亡率 那我們這邊呢 已經算是 後期了 就是尾端了 就已經快要結束了 對 那這一場真的是打 三十幾分鐘 真的是 非常煎熬 對 這種 三十幾分鐘 來說 這已經不是遊戲了 這對雙方都是 非常非常煎熬的 一場遊戲打到三十幾分鐘 我不是說還以為在打囉 對嗎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對雙方來說都是煎熬 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 值得 尊重 都是一個尊重 因為打那麼久 沒有真正的輸家 就是看雙方 哪一方 真的 比較 失誤 失誤的點比較大 然後發生在同一個失誤 那這邊呢 這個 凱撒路 我那個時候 原本要想說追那個塔拉 然後追到一半的時候 我回頭那一瞬間 我就說測客 因為我覺得 那邊就有點過身 你看 哇 那個阿萊 回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人就要死了 他人怎麼下 真的是 我真的是傻眼 那個一下真的是超痛 超會的 也不是說超會玩 但是他框的很即時 就是很不錯 那這邊我已經 看到 看到那個塔拉進到那個 藍bub裡面 但我還是過去 那假裝一下 然後再摸摸摸摸摸摸摸 幹 又有大 來 你來跟 我這大招有過痛 你來跟 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來說 剛剛那個示範是 不太好的 剛剛 算是失誤 因為對方可能人比較多 啊我追一個人在那邊 雖然我死神鐮刀 雖然我是太陽 但還是盡量不要這樣子玩 那這邊呢 哎 我真的是不敢給那個一下打到 真的是超痛 我這個時候就應該考慮把那個 反甲換仙靈 那這場我真的是蠻不死的 真的是不換 打死都不換仙靈 那這邊 哎 一技能全部射滿 那這邊 哇 死神被打得出來 還好沒有繼續摸 那這邊呢 狂暴 我當然知道為什麼不用狂暴 狂暴真的是 觸發效果真的太慢了 那這邊呢 我把剛剛那個一個 一換那個血量 哇 對方全加死龍攻 因為那個一下剛剛血量也不多 所以這邊 對面只剩塔拉 這邊再教各位一個點 就是 遊蕩整加破陣呢 是可以增加5個角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一集 你學到了多少 反正 我口乾死招 對 那各位如果有學習到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覺得我教的算是 還蠻多的 對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讚 跟人家分享 那我們 我們下次影片 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